如何知交叉螺纹针 还记得上一次教的螺纹针吗 这次我们增加一点难度 教大家知交叉螺纹针 你将需要毛线 两根毛线针 第一步起针 交叉螺纹针是四针一个花样 加上开头结尾两针 一共是4m加2针 视频演示的是22针 第二步第一行的开头 以两针上针 两针下针循环之 直至织完第一行 如果没有织错的话 最后两针应该是上针 小切式 开头的两针必须织上针 第三步第二行开始时 第一针平挑下来 不织 不做任何绕线动作 织一针下针 第四步 把线由外绕到里面 织两针上针 第五步 第五步 把线绕回来 织两针下针 再把线绕回去 织两针上针 第六步 如此两针下 两针上的针 没有织错的话 最后两针是下针 此时 螺纹针起针的织法 就已经织完了 第七步 接下来开始织交叉螺纹花 把针放在线下面 反挑第一针 不织 不做任何绕线动作 织一针上针 第八步 把线绕回来 把两针并在一起 织一针下针 挑出毛圈后 不要退针 把两个毛圈分开 用针插入第一个毛圈 织一针下针 再把毛圈退出来 第九步 把线绕过来 织两针上针 再把线绕回去 把两针并做一针枝 如此重复 直至最后一针 织一针下针 织一针上针 若没有织错,最后两针为上针。 这样,一行交叉螺纹花就织好了。 第十步,织螺纹花是织一行交叉螺纹花,再织一行不交叉的螺纹,这样交错织。 第一针平挑,不绕线,织一针下针。 第十一步,再织两针上针,然后是两针下针,如此反复,直至最后一针。 这样一行不交叉的螺纹就织好了。 第十二步,最后应该是再织一行交叉螺纹花,然后再织一行不交叉的螺纹花,如此循环,就能织出一条交叉螺纹花的围巾了。 你知道吗? 原型尾边针制机每分钟约可编织三千个线圈横列。 经编机的织幅大多为四百二十七厘米,每分钟最高可编织两千个线圈横列。 单针筒圆袜袜机的转速最高可达每分钟一千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